恭喜發財,禮仔 恭喜發財… 今天有什麼好介紹? 這個厲害了,鮑螺萬有禮盒 裡面用的是經過嚴選的日本優質鮑魚 秘製紅燒汁是用老的母雞及獨家備放 熬製72小時而成 細脚下帶有陣陣的瑤柱鮮甜 鮑魚口感彈牙 還有黑松露日本鮑魚 鮑魚的清甜配上黑松露的獨特味道 真是沒得定 真是聽到想吃 還有這個,有花膠海參鮑魚的佛跳牆 佛跳牆也有? 那就是鮑螺萬有 那就是拜年送禮的佳品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靖畢師傅,我想問套年 哪個生肖范太歲呢? 其實范太歲每年都有四個生肖 首先就是當年的太歲 就是自己的生肖 叫本命年犯太歲 兔子其實耳朵很強 所以今年熟兔的朋友 本命年犯太歲 設計耳朵軟 或者聽得時非太多 影響到自己心情 那麼熟雞的朋友就正充太歲 因為雞是用一把口的 通常牙尖咀利 或者口齒鈴尼 但是很容易就說多了 所以今年熟雞的朋友 要聆聽多些意見 至於熟龍的朋友 就有陸害星入名 陸害顧名思義 跟太歲傷害 原來陸親關係不協調 所以要注意家人 跟自己的關係 剩下熟馬的朋友 有三型星 今年真的要奉公守法 很容易受刑法牽累 那明白了 范太歲的朋友 記得攝太歲 師傅 我想問 套年熟狗的朋友又如何呢 熟狗的朋友 本身是比較說 信譽說原則 很多成功的例子 熟狗都是從原則 和觀點之下 守信用以成功 狗剛剛和套 就叫做綠合的生肖 所以我們只知道范太歲 原來不知道合太歲 熟狗的朋友就是合太歲 因為合出來是火 所以如果是冬天至春天出世 熟狗的朋友 今年的運程是特別好的 有紫薇和龍德星 紫薇是皇帝星 有創業的機會 自身如果考慮創業 今年是時候了 有龍德星 有貴人上職 不過有天厄和暴敗 投資橫財方面 就容易有損失 以正財為主 另外有天厄星 千萬不要挑戰一些大自然的危險 又遇爬山潛水 就更加要小心了 有黃番星 黃番本來就是皇帝出巡的華蓋 亦代表容易招惹是非 所以熟狗的朋友 今年要少少韜江養方